下午五點左右 在七堵車站 台鐵一三九次自強號 有義務入侵 導致車次延遲了 有成個指出是有水泥塊 從車站上方頂棚掉落 碎成了好幾塊 而台鐵表示一三九次自強號 發車的時候 有剛亮的防火塗層掉在車頂上 隨即將車輛掉入車庫清理 疑似是受到之前地震的影響 但是確切的原因是什麼呢 還要進一步的來了解 目前已經交由公務單位來檢查了